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都请来一位的嘉宾 阿Kent 唐巨宏 他去到卡加里这个地方读神学 阿Kent 也有很多很特别的经历 我相信他都会和我们去讲这些经历 来分享神如何为他安排 阿Kent 你好 Hello Andrew 你好 阿Kent 你又来自香港 都知道你在香港的日子 其实你有在ACM基督徒音乐协会 你也有参与过唱歌的 先讲一下这段感受 我其实从小开始就很喜欢唱歌 在中学阶段因为喜欢唱歌 参加一些歌唱比赛 在大学的时候 ACM那时候应该是十周年 我的名字叫齐唱新歌 参加了他这个歌唱比赛之后 他就找了我和我几个大英姊妹 一起进入他们授训 和参加他们的报道 敬拜是奉的 包括香港教会 汉校 以及一些社群 我们就去传福音 在那几年到北美 去做一些秦媒的报道 在那里面其实自己也有一些很深刻的经历 原来我们是一个对工 出去的时候 我们不单止是去传播 原来我们要互相之间分工合作去做很多的事 说回其中一个经历 就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黑沙环 我们就搞了一个叫做福音镇豪江的报道会 我记得大概是中午的时候 我们就坐船过澳门 一直下雨 绝对是黑色暴雨 在户外 所以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会不会搞得成 但很奇妙就是开聚会之前一个半钟 就突然间停了雨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首出品的歌 叫做《星星的地后》 当我们唱歌的时候 是在很多污魂当中 见到有星星 这个感觉是真是很特别和奇妙的 原来是真是祝福临在那个地方 在那一次其实也有很多人相信 刚才Kent 你都说到在这个服事里头 第一样东西就是很深感到一样东西的同心 就算在服事里面其实也有个挑战 就好像人生其实也有高高低低的 但是当然在这个齐枪里面你都要服事 其实你已经相信主了 说一说你相信主的过程 其实我相信主是在我中四的11月 我是从小至大都是读基督教的中学和小学的 跟一般的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一样的 其实上堂就没什么 真的留意信仰的 我记得是在1987年的11月11日 当日放作之后 叫运叔 我们学校做了一个报导 他说到自己的经历 招飞机、撞飞机、神如何在身上里面拯救他 他提到一样东西 他说到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有罪 罪这个字就很深深去打动到我 在那一刻我看到原来我过去 都很多时候无论是在心里面 或者自己做很多行为 就是我们叫还皮 那一刻我自己就会感觉到 原来自己都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好像一块镜子那样 他光照我 我耐心有很多污围、黑痕 所以那天 乔弘叔去呼召 其实我就走了出去 其实走出去也有一个压力的 就是平时的 但是那一刻我自己又很释放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那一晚就正正正正 empresa 亦都有发表暴落报道会 在熊馆 那后走也说 雖然你信了耶稣,不如你去听一听 所以当晚我听完巴勒报道会之后 也再一次出道去确认我的信仰 或者说回知道自己有罪 有没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我真的要信这个神 有,因为之前一直都认识圣经 其实都是纯粹知识上的形式 当时觉得最闷就是圣经读 有个老师他叫我们去画一些画 去如何表达耶稣 搞搞真出去画 画了一个女性的裸体 但是后来将她的身体变成眼 将她的部位变成嘴 类似就变成一个样子了 直到老师也不能骂我 但是最后我就是用这个打圆场 在决定相信耶稣之前 我自己也没有什么 跟神有一个亲近的经历 在那一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开始认识到 这位造物主 这位上帝 我感觉上是很温暖和舒服的 而且很释放当我相信耶稣的时候 这个感觉不是只是一个说 我自己的亲身很大的经历 你当时也是年轻人 在当中你刚才说自己也很异 那些同学说他也走出去信耶稣 这件事也会有压力的 你当你决定要跟随耶稣 就是信他的时候 在那一刻 其实我出去之前 决志都周围望着的 有没有那些朋友走出去 但是只有我一个 我先走了出去 我现在的力量 我很难形容 这个力量好像有人在我背后推我出去 我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是神引领我出去 我现在回想起来 走出去其实好像随了我一样 对周围望着的环境 我已经不放在心内 我现在用神引领我出去 所以我那一刻又没有很大的感觉 别人怎样去看我 当我出去之后 很多人跟着我一起出去 相信耶稣 其实我也很觉得 神真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都有祂自己的意思 在祂自己的时间里面 祂也都在你刚才说到 在这个阿乔宏的聚户里面 去呼召的时候 你就来到跟随了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基督徒的生命 都不是停留在这个相信过刻 其实之后的日子 我相信你的生命的体会更深 都知道到 其实在你人生里面 都有很多高高低低 起起跌跌的东西 是吧 我都知道 又说一样 其实你也挺喜欢烹饪 即是煮东西 没错 没错 你都在当中 不单止你煮东西 你其实也有做过一些生意的东西 是吧 没错 或者这么说 你在这些过程里面 有没有一些很深刻的体会呢 那为什么喜欢烹饪 其实最主要是结婚之后 因为要请朋友来家 都要硬着头皮 煮一两尾 代表都可以招呼一下人 其实就是由那段时间开始 就慢慢去鑽研饮食 那我就很厉害的 我看一些饮食节目 就是一个兴趣的 越来越喜欢烹饪 或者是做一些好的菜式 可能也有时候是有一些质迹 当你做得一点点好的时候 我的教友或者一些亲民戚友都会赞赏 我认为赞赏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要学习 因为这个缘故令我继续 给你有鼓励 鼓励 对,这里我有鼓励 那后来我自己 因为我教了一段时间书 我是一个教师 如果我们可以回头 迟些再分享我教学的东西 是是 有一刻就是自己都想出去闯 可能人到中年 有时候都是一个中年危机 可能自己在做的事 未必完全能够满足自己 同一方面我又好像找到一些方向 正正那段时间 我早期教的学生 是在一个大的集团里面 做点心部主管 是 那一路大家聊天 我说他又想出来搞生意 那我就跟他和另外一个伙伴 都一起出去开展我 一个事业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是一个机遇呢 神有时候都容许我们做人生的一些选择 其实你也做得挺成功的 我都听你说过了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又学到一些什么 体会到一些什么 那出道理 那出道去的时候 原来你又开始去一个构思 去搞店铺 其实有很多前期的工作要做 包括你有很多计划 计划 你计划 你那个商业的模特是怎么做 以及实际的营运 所以其实我还没开店铺之前 我就出去学了半年 去做点心的 那里面就慢慢去认识食物 中式点心的一些成分 材料 制作的方法 以及一些的味道等等 都是一个开眼界的地方 我觉得当我们进入一个地方的时候 自己不认识就唯有一样东西 就要好好去准备 但是同一时间 其实神也是非常之祝福 在我身上 在那段时间 透过朋友的介绍 我认识到一个点心师傅 退休的点心师傅 神在他的生命上 也有一个很大的作为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认识了 结交了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最感动的是 他来到我家里 一个老师傅 他亲自去教授我 他捉住我的手 教我去念点心 以及说做点心有什么的窍门 你现在问起我 我仍然是在回忆当时的一个很开心 竟然是有人单对单一个点心师傅 在你生命里面去教授你 我觉得这个也是神的 去安排这个师傅 在我身上去学习 另一方面又要放下自己 去学习去做生意 参加不同的商会 去学习 外面这个世界的人做生意 是怎样去做的 所以一步一步进入了这一行 当然我相信你刚才在说的时候 做生意都不是个个成功 亦都做生意都有很多的挑战 其实当你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你是怎样来处理呢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情况下 你可以具体地说一些 做生意的过程里面 是 绝对有 也说回原来 人有时候是在自己心里面的筹划 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未必一定是成功的 有很多的安排配合等等 我特别是说两样东西 那我都承认自己 其实出到去的时候都有软弱 我记得当开铺那头的几个月 我的生意是很好 十分好 我请了很多人去进来厨房 制作我们其中一个出品 叫做生煎包 我们一天卖成2000个生煎包 那也是很夸张 但是因为第一次 可能做生意的 所以不太懂得跟师傅的沟通 而同一时间 其实我觉得自己 是有一些骄傲在里面 我觉得我作为老板 我可以去计划一切 可以控制一切 其中一个师傅 就知道我们很生意 主要的师傅 最主要就是跟我去开铺 已经 那个出品 他也是有一些配方 一直是引进来的 我觉得 我不可以让他这样去控制我的生意 所以就是因为那段缘故的时候 我自己也不太懂得跟他们沟通 所以最后这个师傅也是离开铺 这个师傅离开铺 这个师傅离开铺之后 其实我也看到的生意 因为我们的出品 其实真的是差跌的 我们的生意也是慢慢跌下去 这是第一个经历 第二个经历就是 就是刚刚正正那段时间 就是社会运动 整个香港经济环境 都是开始差跌 我们的生意其实是 都跌得很厉害 那第一个浪 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尝试去挽救 始终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能够控制 所以去到有一个位置 其实再加上 后面的COVID-19 又再来来集的时候 我们的生意又再跌一层 所以去到有一个位置 我们都要去想一下 我是不是继续 就是继续这个生意 另一方面是说回我自己 可能因为生意又很好 一直慢慢跌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有一段时间 挺不开心的 我也是软弱的 那段时间 其实是因为自己 由一个高位突然这样 跌下来 也好像自己 之前教了这么多年书的时候 好像有很多的准备出去 搞这本生意的时候 好像信心在那一刻 不要放在神里面 自己就寻求外面 例如商界的一些活动 一些朋友去帮助 所以那段时间 虽然被人看到的生活 都是挺好的 表面上 你生意又很好 很短时间开了两间铺 但实际上 心里是不平安的 还有我觉得 我在那段时间 是离开了神 可能我自己 没有经历过这些阶段 所以在那段时间 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是有一段时间迷失了 我相信在一些很实际的环境里面 都面对一个不太知的前景 特别做生意 我相信也牵涉很多金钱 很多利益的东西 神好像不听你说 还是你觉得自己好像离开了他 其实那段时间 我想其中有几件事 第一件就是自己的骄傲 推翻前一点 我在教书的时候 其实都算整体是挺顺利的 甚至是读香港大学一个碩士 一个课程是准备 可以做校长的 我自己是一个目标为本的人 一向都 我设定了个目标 我就会很努力去 怎样都要达成 所以某程度上 都会令到自己觉得 我过去这么多的经验 都可以掌握到 所以出来搞生意的时候 其实去到一个个位置 当我刚刚开店 没多久 有少少的成功 我第一次出来做生意 已经是搞得挺好的 还有很多时候 都会把所有的东西 好像都揽在身上 那段时间其实 我真的没有什么去依靠神 当时我仍然有侍奉在教会 有音乐的侍奉 但是好像一个驱河 我是没有这个依靠的心 另一方面就是 一些聚性 相信 即是出到去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 搞生意很成功 我相信也是自己 和外面有一些金钱 或者是一些嗜好 包括我也是那段时间 喜欢喝酒 和外面的人社交的时候 有些是沉迷了在里面 那你后来什么时候 有一个觉醒 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直到2019之后 因为社会环境的转变 我太太就跟我说 要想想小朋友的学业 他们的教育 因为正正我有一个老死 他就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搞饮食业 他搞得很成功 因为早几年的时候 2019年之前 其实他回来香港 他就跟我说 Kent 你现在的财富 或者你现在有的东西 其实你过来这边发展 是很好的生活 又很舒服 过来减有饭食 你也有个经验 因为正正那个缘故 我就在2019年底 就自己飞去Montreal 去见我的老友 看看那里的生活是怎样 还有那边做生意是怎样 然后我飞回来香港 已经决定了 搞移民 搞到2019年中 因为可能加上COVID 所有的申请 各样东西都策定了 全部都延后了 那段时间 其实已经去结束了铺 2021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到 香港的发展 有很多困难在里面 我记得 在2019年 当我老友在车里 跟我说 Kent 过来吧 我们两兄弟一起搞 我预计你那份 当时就把整个信心 放在他那里 好像有一条后路 所以那段时间 在2021年过去 再回回去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在那边 买了房子 想着 一定会去那边 安然发展 因为有个老友 担保你 Montrauton 什么都懂 尝试进去 他的餐厅那里做事 我也要了解一下 但是 几次之后 其实他的太太 有一天 我早上上班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Kent 其实你想 是不是你自己想过来 去做事还是怎样 我说 你先生就是我的老友 没有跟你谈清楚的吗 他想着 我们可以入股一起搞 再发展你的生意 没有啊 我不想着 是被任何人入股 店里 其实那一刻 我自己也是 有个震撼的 因为原来我老友 没有跟他去谈 原来我发觉 整间店银行的 厨房 整个楼面 就不是我老友 去跟进 而是主力去太太 做了两次之后 我老友突然间打电话 我回来说 Kent 你不用再过来帮我 他说 我们做好朋友 有空过来 我和你继续打拳 我和你享受一下 接近下半世的人生 其实我自己过来 其实我真的想去发展我的事业 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看到我没有可能继续在Montschuot 那里发展 因为我去Montschuot 一个人都不懂 正正那时候 香港加拿大有一个协议 就是叫做香港人通道 所以我就在2021年的年尾 至到年头 这个几个月 我就去了多伦多 去探望我一个兄弟 其实他做了牧师 在那里住了一个月 试试想一下 多伦多是否我落脚好的地方 亦都飞了去卡卡里 Kelkri 我现在住的地方 Kelkri是很特别的地方 我再说一下 原来在1996年 我刚才也说 ACM巡回报导的时候 其实我过来卡卡里 去报导 但是我那时候 对卡卡里的印象是非常不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唱歌 一落到来的时候 我就失了声 因为太干了 加上我的皮肤 我是一个亚热带的动物 我的皮肤很干 所以我全身都爆炸到蛇皮 全部爆炸 很不忠这个地方 所以原本也不打算过来卡卡里 那段时间 但是我刚刚有一个 香港有一个传道人 他介绍了一个牧师 当我飞去Montreal的时候 牧师联络了他 第一件事 他说 Kelk不如你过来卡卡里 读神学 有一个神学课程 你可以装备一下自己 第一 第二 你又可以 因为这家学校 都可以配合到 香港人和加拿大的 Stream A、Stream B 他说一举两得 所以我也飞去卡卡里 就一个星期了 其实非常好 因为透过其中的牧师 就介绍了一些大姻姐妹 给我认识 接待我非常好 我自己的感觉 对卡卡里 都放低了二十多年前 那种不喜欢卡卡里的地方 但是我就说 我在多伦多住了一个多月 其实有些朋友已经说 你在多伦多可以搞这些点心生意 其实我们也打算看了铺 但是为了我要去到多伦多那边 搞移民行Stream A 所以我就申请那边的MBA 计划Business 自己也很有信心 一切也很有信心 在那边住了一个多月 回到Montreor 因为我也是拿着旅游签证去那边 我也要过去那边 可能整理一下自己 或者是申请我一些学业等等 当我申请多伦多那间学校的时候 一直都回复 没有回复 一直都没有回复 是不是神 你不让我在多伦多那边的发展呢 我记得有两次很深刻的经历 因为我自己在以前大学 我都是读体育的 我教也是教体育 我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很喜欢运动 我自己喜欢跑步 和踩单车 有些朋友一过去的时候 他说你下雪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跑步 很危险的 大风雪 一是过冬 第二是滑 甚至更加不会有人踩单车 但是这个过程 我记得有两至三次 这个比较长时间的跑步 和踩单车的过程 我心里面因为觉得 我的方向好像迷失了 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去走 在那段时间 神去安慰我 我听到他的声音就是说 我会是去带领你的 而且因为藉着这一段很宁静的旅程 比如我再一次去亲近神倚靠他 我听到一个微小声音就是说 你相信我这么多人 为什么你不去真真正正正认识我 去读神学 所以透过祈祷之后 我就报了Ambles 即是现在的神学院卡卡里 其实很快他已经批准了我 Ambles神学院 心意已经是一心一意 想着过来几乎读神学 因为我拿着旅行签证 所以我要回到香港半年内 陪回家人 和准备在香港里面 去等候签证落实 我就学习了 家人就过来生活了 和准备在香港的心里面 去读神学院卡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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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面对凌辱我心里托 一手为我依同自伤 此刻般悟 Stamp、畅臀上之珍粗 甘去藏我路 冲过马南 但见前面密布 事后母 心内重惊怕 凭着勇气 靠着树心 登上血泊 我听你一路这么说 其实我都觉得转转接接 其实都很多挑战 你看到上帝要你学习 除了你刚才讲的功课 你有没有更深层看到 神为你安排一条什么的路 是不是将来一定是在教会的服事 你今天现在这个光景里面 怎样会带你看到自己前面的路向 其实我想很多基督徒 包括我自己 在人生的一些交叉点 或者十字路口的时候 其中一件事就是 神要我学习去依靠祂 和去凭着信心 去跟着祂走 我学到的功课就是 要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祂 正如我刚才回头说 神容许我们某一个去走我们的路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路去走 但问题就是你这条路是自己去走 还是你跟着神去走 我讲回其实我自己生命很多个 未知数的 讲几点就是 很多时候我觉得神是带我 从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去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包括我小华去到读中学的阶段 我是一个人都不懂的 第二就是我第一年的中学会考 考得一般我就重复了 我去到另外一间中学去读书 也是一个人都不懂的 当我读完书的时候 去到进入教育学院大学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人都不懂的 其实一层一层我会觉得 可能神在不同人的生命 是有不同的作为 但对于我来说 祂给到我有一些的胆量也好 或者让我去到一个新环境 去适应也好 所以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 譬如我从一个很熟悉的工作环境 我教了22年书 进入一个完全新的环境 有没有一些挑战 有没有缺乏安全感 或者怎么样 其实一定会有 但问题 我又会觉得阿神 是似给了一份的勇气 英文叫做 risk taking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 喜欢冒险的人 我相信神是给到我这一份祝福的 所以我过来考虑 其实我也是很快 已经适应了这个生活 也觉得是不错的 是神给了我一个很快的适应的能力 以及对他有一份额外的信心 阿巴拉罕 神带领他离开吾尔 转转接接又到埃卡 后来又回到加南等等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有时候 也是有点点的体会 又不是说叫流浪 而是说 神给了我 有时候要自己去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是神给了我很多的经历 我觉得也是一份的恩典 我一直听你这么说 我很肯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亦都觉得 其实都是 除了一个人的勇气 都真的有在神里面有个信心 令到一些事情是不同 虽然不是每一样东西 我们看得很清楚 或者我们每一样东西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才行 当然可能你的性格 所以我也觉得神很奇妙 有些人是 那方面他可以接受到这么多的挑战 可能在这些过程里面 你更加去体会 就是对神的信价 我知道其实 Kent 你在回到香港之后 其实你都经历到一些的事情 甚至其实你身体都有些的情况 但是神又很奇妙 和我们讲一讲 这方面你自己的经历 当我从加拿大回到香港 等到签证批核的时候 其实一下肌没多久 我的腰已经开始痛了 这个痛 可以说可能有一些累积 因为之前在Montchior 我已经觉得酸酸的 腰后面 左边 但是一下肌香港就一直都痛了 痛就要去看医生 看过脊椅 照过MRI 中医 物理治疗 什么都看过了 在三四个月的过程里面 包括我每一天都要去游泳 但是都不能够舒缓到 我的腰一站在这里 10分钟已经痛了 每一天我的儿子都很好 帮我按摩 虽然有些亲子的活动 但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腰一直一直痛 这是第一样 第二样就是我的心脏 其实在几年前 都是发现到 是有一些血管闭塞的 原因就是 原来我有一个家族性遗传的血脂 是特别高的 其实过往都一直在吃药 加上出来做了生意 以及过去Montchior 其实我也是说过自己的生活 都是比较老到的 或者是放纵一点点 饮食 所以回来的时候 去做身体检查 准备 如果是过来移民之前 调理我的身体 一查的时候 要不不查 一查 原来发觉其中有一条的血管 就失了九成 那就很担心 第三样就是 胃不知为什么回来的时候 又是很不舒服 消化不良 在这三件事里 都令到我非常纤扰 直到七月初的时候 我收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通知 我的学签被拒绝了 一火热成 或者很有信心 以为很简单的事 原来都未必是OK 自己已经做了很多预备的工作 想着一定是可疑 但谁知道 是第一次面对一个很大的打击 加上我自己身体的状况 在那一刻 其实我自己 在情绪上 心理上都跌落一个很低的位置 但是感恩 我只是说 我自己也因为 腰的缘故 再一次游泳 去游泳的时候 在游泳的过程 亦都是被我经历第二次 就是一个长时间去做运动 神的声音 我又从他里面听到 有两三次的情况 我亦都是听到神的声音 就是说 你要相信我 我必定会带领你 无论你去到哪个地方 你留在香港也好 你过到加拿大的时候也好 我一定会看顾你 自己和家人一直都祈祷 因为当时已经去到八月头的时间 开学的日子是九月头 还有一个月 我们完全所有东西都未支付 家里的东西都未收拾 因为我们未批的时候 我们怎样拾呢? 直至到和家人去祈祷的时候 我们都定了一个日子 我就是说如果八月中 如果这个学签还未批 或者失败的时候 可能我最低限度 来到这一年 要留在香港 我记得八月十五日 我们是定了这个时间 八月十五日当日早上 我就去游泳 我收到移民局的一个信息 但是开不了那段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 想进去就不能进去 然后我就继续去游泳 在游泳的过程里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祈祷 就是说 阿神无论你行不行 我仍然要依靠你 游完水之后 打开就是批了 奇妙的事也发生了 因为我刚才说 自己身体上的三样东西 在那几个月一直都没有处理得好 就在那两个礼拜 我记得是八月二十五日 设计了机票 离开香港 我们要在一个几两个礼拜之内 收拾世缘 寄所有家里的行李 这是其中一样东西 第二就是 我身体那三样的痛症或者问题 神给到一个答案 虽然有些事未必完全解决 神找了三个好的医生 之前我一直找的 自己去找都找不到 但是神是预备三个好的医生 一个心脏科的医生 他用了差不多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和我很细心地去分析我现在的心脏情况 他说其实这条血管不是最重要的一条 而且他教我如何去护理各样东西 他不单是即时能够去处理我这个问题 但是他在心灵上去医治了我这个医生 给了我一个信心 我知道我如何去处理我未来的身体和心脏 第二条腰呢 就一直痛直到我过来加拿大 一落机就不痛了 是一个神迹 这是神迹的 我都不能够解释到 直到现在呢 其实我都没有 是以前那种痛 我是偶然有点酸酸的 但是那个通经是消失了 我真的很难去解释 第三个胃呢 也是原来 在我过来的时候 阿神又预备了一个医生 原来这个医生 是我以前的学生的家长 他知道有我的情况 就很细心地跟我去处理 其实是可能有少少的菌在里面 那变成了 在那两个星期里面 一切都好像在人里面觉得很顺 但是我自己就是觉得 这个神很奇妙 令到我继续走过来 走这条路的时候 我更加依靠他 我会发觉 神有时候是会在人的生命里面去介入 或者有一些奇迹 行去那个美意 但是正如刚才我们也说过 到加拿大 其实我们也有起起跌跌 面对生活很多不同的困难 神是藉着他自己的心意 那时候在人生里面 在高的时候 他很希望我们也能够学习去感恩 在低的时候 也都让我们能够学习去依靠他 那我觉得 这是我自己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和领会 我感谢这位神 非常奇妙 我也是说了一样东西 就是一生的信靠 神会作其事 不过不是在我们里面去 好像一定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 从你的生命的经历里面 我觉得神在你身上 当然是做了很多奇妙的事 因为他是为你预备一条路 阿们 神在西亭 几何回复心可惜 唯独有你 将我面对不离类 烟梁回处 让我哭出幽黄地 更勇好我 在怀里 祝你信他 你怕干不赞多 主人军不 永不变更 不尽厚我 此刻我心中的记 心志有你 懂应是你 尽厌天山 为教主 建出所有 主人军不 含命在走 无尽厚我 此刻我心中的记 甚至有你 路易是你 你刚才说过这么多挑战 你觉得最珍贵学到的一样东西是哪一方面的东西 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我会觉得无论去到哪里都不要紧 你是真真正正相信这位创造的主 祂是爱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很独特的 神给人不同的经历 其实是祂要学习 让我们去跟祂建立的关系 特别过来Calcary 因为始终在香港我们的生活都比较牢碌 匆忙 我们很少时间真的安静下来 过来真的我会觉得是亲近了祂很多的 还有有多些思考的空间 神给我机会去再一次去亲近祂 神是很重视我跟祂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疑虑 我想香港也是一个很忙碌的社会 特别是 来到加拿大的生活模式就很不同 我觉得在一个空间里面 这个空间就比我们更多去可以接触到神 你在当中你如何锻炼 你去跟神建立这个关系 我想首先是放下自己一些忧虑 圣经也说你们应当一目挂虑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但是真的不容易 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都要经历 来到适应生活 天气 小朋友 我有两个小朋友的学业 家庭的生活 住 生活琐碎 其实有时候都令到你的心 不够安定下来 或者对前路 其实也有很多问号 我想我其中一件事就是 学党继续不断放下 可以靠它 其实我自己就很早起床 我现在都建立了 一早起床的时候 放下一些东西 然后就灵修了 祈祷了 我一个星期有三天去游泳 我都喜欢户外活动 同一时间 因为我自己的兴趣 我喜欢煮食 所以我都邀请朋友来我家 或者我加入他们的活动 变成自己开放自己的时候 去建立社会 有时候的压力 不其然慢慢地 就可以舒缓了 或者因为有好的群体 或者教会生活 他们都可以给到很多 我们实际生活上的支持 另外有一些细致的东西 就是 这里的天气是很好 虽然有时候冷一点 但是早晚的天气 每天都不同 很漂亮 七彩变化 有时候我也很刻意去留意 早上和晚上黄昏的景致 我太太太很多时候 坐在我的车里的时候 她是负责去拍照的 她每一次都看到她 哇!很漂亮! 每天都不同 我这样 很神奇 很感恩 有时候身边 原来周围的东西 是很好 很漂亮 但是我们人 好像有时候 我们看东西 都是有一些盲点 如果当我们回望身边 周围的人 景物 大自然的事 都是神祕 祝福 十分多谢Kent 你这个分享 我想也鼓励到 今天可能有很多 来自香港的朋友 好像我昔日来到加拿大 我也是第一代的移民 其实都是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适应 还有那个寂寞感 有时候都很强 但是Kent 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扩大我自己的圈子 能够在 譬如去到 在教会群体里面 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给此去支持 给此去分享的时候 我相信 再看的事情是会不同 也都很深深的相信 就是神都会为你 预备一个人生 虽然未必我们能够肯定到 下一步走什么的路 就是那个心态 是一定蒙神起源 亦都是鼓励到 今天听众朋友 不要看着一个环境 好像黑暗 好像黑沉沉 看不到出路 但我相信神一定会 为我们预备 正如Kent 你刚才说 神爱我们每一个 神会care 你所care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肯定 神会一定会有 下一步路 让我们走 Kent 我很多谢你以上 这么宝贵的时间 我们来分享 谢谢你 祝福你在这个 神学的造就的过程 更能够去看到 上帝有这么丰富的恩典 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鼓励 谢谢你 神你在掌管 时间万有空间 在你的手里 一切挺有事 神我的一生 神你定有预备 没计得杀 只想未来到人 是 不同工作 在不同的时代 都有他们所肩负的事命 在商业世界里面 从事营商的朋友 又可以如何实践 他们的事命呢 事命人生在营商 今天和我们分享的嘉宾就是 香港科技大学 商学院兼任教授 事命营商发起人 陈国雄博士 他会和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 开放资源 其实如果做IT的人很清楚 我们叫open source 我们将所有IT 我写的source code 是公开的 给所有人分享的 有个叫open source community 其实IT已经很多年了 其实早期的人 就觉得这个是不够的 因为为什么呢 怎样可能你这么辛苦 要吐心力血 写出来的软件 可以将那个软件 公开给人用的呢 但是当时 最早期有一班人 这班人 他们相信 我们不需要人 重新去做一些东西 所谓英文叫做 reinvent the will 重新 再不断重复写 为什么我不是第一个 我愿意公开放上来呢 其实 这个open source community 是很小的 这个公开软件码社区 群体很小的 他们就把这些open source code 放上去给人用 当然他有个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拿来自己用的话 没问题 免费的 你自己任用也没问题 个人去用 他相信 IT不应该好像要给license 那么贵 用电脑应该是補复法 应该可以随便给人用 但是如果你用我的软件去做生意 而你找到钱的话 那你就要给我应得的利润 那是否合理呢 很合理 但是这个business model里面 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似乎是一个onder system 我记得很小时候 我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报纸 一个箱就是 放一个quarter进去 拉好箱 整个报纸的 你可以拿完的 不过你只是拿头一份 这个是一个honest system 是吧 又好像香港那样 如果你在中环的话 那个报纸摊档 因为报纸这么便宜 你放下两三元 现在当然不止两三元 以前放下两三元 有时报纸摊档 只有一个人在档 他去了厕所就没人了 他是怎样 他把箱放在那裡 一天就自动放下 拿了的报纸 就放下那些钱 就拿一份走 你不会整个报纸 摊档的报纸拿走 其实很多教会里面 的小食部 很多都是这样的 教会里面 的pantry里面 有了所有的饮品 小食在那里 杯面 那样 当然他会列出 他的那个价钱 放一个奉献箱 你随时可以拿 你不给不行 是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 我今天 没有带到税钱来 我不给 但有些人说 我放多了 我不拿回税钱 但有些人说 我真的有需要 吃 那是可以拿的 你想想 这个新的商业模式 就影响了这个世界 很重要 其实在二三年前 已经有一个 open source 即是说 当你用我的软件 去到赚钱的时候 先正需要付钱 那究竟行不行 这个模式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经过时间的考验 这个模式 原来是活动的 很多人以为 你用了我 去赚钱 那你就发达吧 原来人很有趣 到他用了你的产品 他成为一个 商业品 发展出来之后 赚钱 他是很想找回 当日 提供软件的人 他给他钱 你想想 如果我用了你 一个产品 不成功 那就是做不到一个 commercial product 那我就不用钱 但是 如果我成功了 我赚了十元 那我给你一两元 或者给你五毛钱 有何不可 那我很安乐 很舒服 我知道什么 我是尊重到 原来你那个 创作者 你帮了我 我又用到你 而那个创作者 又会开心 因为他发觉 有很多人用他的创作 是做了更多生意 然后给他钱 因为这个缘故 就形成了 这个open source的生态圈 这个生态圈 首先就是 有一个人 有一群人 无条件的付出 愿意将他的 talent 他的能力 放出来 然后其他人 又很自自然 在那裏做创作 当然 有失败 但因为他本身是免费 鼓励了很多创新 和很多创意的idea 和作品出来 以至十件里面 可能只有两三件 成功 其他四五件 都是失败的 但失败是零价值 零cost 但成功的 他回饰回来 这个community里面 鼓励更多的人 是做open source 所以你现在看到 很多大公司 其实他们 都是在open source community 他将产品摆出来 今天很简单举个例子 大家用手机 有用iPhone 有用Android 其实你的Android 的系统 就是open source 是吧 Google 是open source的 你留意一下 open source 是什么 当然它是有附带的条件 但在创作那里 你可以用它 直至到你找到钱之后 你再给我 即是先用后付款 你留意一下 IT的模式 是影响全世界 你留意一下 以前要买一部 大哥大手机 一万多二万港元 现在零基价 接着每个月付钱 就行了 先用后付款 在欧洲的验疏公司 同样都在行这个model 你今天买验疏 你的车 安装了我一个设计 在你的车里面 你今天不开拍 在车房里面 今天是没有验疏的 你的车银出去 有mineage 有用 先正需要给验疏 合不合理 其实你发觉 原来在传统 你买了验疏 你的车泊在这儿 不用的 要不要付钱 没有人退款给你的 你发觉 现在有很多 创新的概念 都是原基于 开始 其实已经有十多二十年 只不过在不同的界别 里面去演化出来 所以就形成现在这个新经济 今次的疫情来到 我的结论就是 这个疫情 不是打死了旧经济 其实疫情 即是加速旧经济的衰退 而更加加快了新经济的兴起 上帝听祷告 恩语听倾诉 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 将来需要祈祷的事 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关顾员 会为你代祷 恩语的网址是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